大家好 我是不會調查賓團的製工 我叫 Joey 那我們在前陣子的時候 就是完成了一個這樣的專案 然後剛上線 那為什麼我來這邊分享 因為我們這個網站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它是 OpenSource 因為我們都不配到 OpenSource 的部分就是 這個網站就是 雖然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還在做一些功能上面 然後跟網站上面的改善 但是它現在的融資 已經直接開放到 GitHub 上了 就是 OpenSource 的部分 那 OpenSource 的部分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網站 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眾人激勵 就是大家都可以來注冊這個網站 然後注冊的網站也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有E-mail跟暱稱 你就可以做注冊 然後你就可以進到這個網站 來去回到所謂立委的一些資訊 那我們希望可以建立一個 所謂的立委的流行資料圖 那我們現在 我們當初會講要做這個網站 其實這個計畫 應該是在去年2月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是說是開始 那那個時候因為我自己在一個 社群團團裡面認識了很多的朋友 那我們這些事 我們希望可以再多出一些事情 那在當時其實共督共 他已經有所謂的那個 已經爭取到那個IBOD的部分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到 那個立法院的IBOD網站 我們是可以去看到立委他以前 他們有做一些集群的一些紀錄 但是我現在問一下現場 大家有上過IBOD 看過立委集群的 其實可以去搜一下讓我知道嗎 好我現在是在這邊看起來 比例已經相對多了 但是在外面來講也許相對是小 那我們在看完質詢之後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能不能夠去留下一些 這些立委的資料 當下次要選舉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看這些資料 然後去評估我們 然後不要選那樣立委 那所以我們會希望去做了一個 這樣的網站 可以讓大家看到的IBOD的資料 或是說我們今天假設在媒體上面 去看到這些新聞 我不要再做 各位有沒有大家有沒有印象 像之前看過一個新聞是那個 潘維高在質詢的時候 他說現在的韓國網路是8G 有看過這個新聞的朋友 可以舉手一下嗎 OK 好 那大家從這個新聞 其實你會看到說 其實立委的質詢 他很多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也想要問一下 但是年後的 兩年後的 三年後的 我們其實是沒有印象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在去做選舉的時候 可以去對這些東西做回覆的話 那就可以針對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做變成是一個評估的 的一個 的根本 那時候我們當 我們那時候就成立的一個 不會叫查幣團 這樣的一個制工程 但是當時我們在去做 制工回報的這件事情 其實這都還是查在制工程裡面 然後那個時候回報的方式也是 很單純的就只是用 有付款的表單去做回報 那我們這樣一段 我們大概半年一模之後 我們發現說很好奇 因為這些資料畫面是看不到的 另外因為他們回報的資料 是比較屬於表面式的 那對一般人來講 就是我看到表面式的 比較無可能就 不會想要去看的這樣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過程 我們可能就不斷的去想說 我們當比較直接 讓這樣的東西 可以讓更多人更容易看得到 甚至說可以讓更多人 都可以來參與這個網站 所以我們就是大概在這兩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是一直在做一些感受 然後最後我們就是產生了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基本上 在首頁的時候的部分 你會先去看到最新的回報 那其中一個回報有分三大部分 一個是立委的影片 那另外一個是立委的質詢 那第三個就是立委的他的一些 新聞影片跟質詢 就分這三大論 那在首頁部分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有些影片 因為像譬如說現在像蘋果日報 他可能會去報一些新聞的 立委的新聞 那他輸入影片有一個 那這些影片其實都是可以去回報到網站的 那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譬如說像如果今天我想去找某個立委 立委的話 我可以去點到找立委 那在這邊你就可以去看到了很多的立委 那你可以從左上角這邊去看到說 欸有哪些立委他已經是有資料被回報的 譬如說我今天假設是去點立委資料的話 他這邊列出來就是已經有資料了 不管他是有影片或是有新聞 他是有質詢 那就會顯示在這個地方 那大家回報的資料 在最新的調查這邊 你都可以去判得到 就是關閃影片 然後新聞跟質詢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計劃其實我們就希望是說 因為像之前我們的 我們在做國會調查證明的時候 本來是主題現在資工群 但是當他變平台化的時候 就會變成每一段大家都可以註冊 而且你只要有email 你暱稱就可以註冊 那我們會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除了鼓勵大家 都去看IPOD之外 也鼓勵大家到來本包 因為譬如說我所關心的立委 我跟各位所關心的立委 我一定會是不同的 因為我們是住在不同的區域 那我們現在是單一選去兩條街吧 所以你這個區域就是只有一個立委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雖然說現在立委不擺多個 但實際上你會關心的立委 是只有你那個區域的一個 然後或是說也許大概是附近的區域這樣 對所以我們會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如果你們一個人都可以 只去關心我那個區域的立委 但是我就很用力的去忍積他的資料的話 那我們希望說一年以後 也許他這邊的資料量就夠了 然後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更新討論 我說欸我這個真的有做很爛 為什麼不爛 我不會只是表面的說他只是爛 我可以很明確的說他為什麼爛 譬如說像他我不知道什麼爛 因為他質詢不做功課 他跟照商人說欸有8G有 我媽媽這個時候質詢了你 對我們就可以會有這樣的資料 可以去做累積 那譬如說像我 因為我剛剛有先登錄 像我們剛剛有到什麼理由質詢 其實他就會有這三大項 就是有所謂的影片 然後新聞 然後跟質詢文字紀錄 那質詢文字紀錄的部分 我們其實目前是比較溝通 在說看這個IOD的部分 所以譬如說 當我今天假設是去回報 即行的文字紀錄的時候 其實這邊也會看到說 他這邊我們會告訴說 去把那個IOD的速度去填出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這個部分的 其實目前是有阻礙說 當我再找立文 譬如說也有資料的部分 然後我去找這個質詢數的時候 今天只要你去 有填寫情緒 有填寫IOD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做到製造說 那些資料的話 就是到那個跟你的IOD的網站 把他資料全部發出來 因為像我們現在在IOD的網站上面 看到這麼多的資料 但是我如果直接要 大家回報的時候 手機就會貼到貨 對 手機都有做這樣的資料 那就是希望在這邊 宣傳掉這個網站 然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幫我們上去做一個 然後去回報錄而進去 那網址這樣簡單 CIC.PL.TV CIC.PL.TV 謝謝國會 不是也不是國會 國會調查評審 那個不小心就剖落一下自己 平常在的那個 哈哈 好